主料,柚子一个,辅量,白糖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柚子用温水泡五分钟,倒掉水后,用食盐过上,柚子全身,然后开始搓扭柚子,给柚子来了食盐雨,这样可以使柚子皮洗得更加干净,用清水冲洗干净后,开始洗柚子皮,皮皮的适合尽量薄一点,白色的部分少一些。 不会那么苦,把起好的柚子皮切成丝,别看这次老猪老猪的,感觉是费了酒牛二苦之力,才切成这样的呢。 切好的柚子皮放入一大少食盐,使劲地搓揉,搓到感觉柚子皮有点像海绵的感觉,用清水透洗,浸干水分,再重复一次食盐搓揉,看看搓揉后的柚子皮颜色,是不是变了很多呀。 做这一步,可以充分地去除柚子皮的苦涩外,稍微沽开水,放入食盐,水开后倒入柚子皮煮五分钟。 后来,我用勺子成为一勺子水适时味道,水适麻麻的,本来以为这步没什么意思,但是发现还是不能省略的。 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吧,捞起超过水的柚子皮,浸干水分,再重复一次掩洗的过程,最后用清水漂着备用,看这次的水是不是已经不那么黄了。 开始剥柚子肉,一边吃一边扒,没一会就弄好了,哈哈,反正出之大业,也没做过什么新活,看看这扒的柚子兽就知道了。 这辈子觉得做过最细的活,就是秀是自秀,结果还一个没省完,洗衣进锅,倒入柚子肉,挤干水的柚子皮,和白糖应该用冰糖的。 家里没有了,就白糖白皮,糖放的挺多的,我喜欢稍微甜一点的口味,加水,差不多冷梅过里面的东西就行,开火,一边烧,一边搅拌,直到白糖融化。 这个过程中,我用露烧水镜的挤牙柚子牛肉,让里面的果汁跑出来,充分了融合,也能让柚子牛肉吸收柚子皮的香味。 搅拌这个动作,一直进行到水烧开为止,转小火,慢慢的熬煮,熬煮的时间非常的长哦,差不多的要两个小时。 我是9点15分下锅的,倒煮好,已经11点了,还好一边熬一边把前面的步骤写好了,熬煮的过程要随时去看看,怕煮不掉,看到锅里的东西熬到浓稠的时候,感觉有点像糖浆的样子,这个时候可以加入蜂蜜,再次烧开就起锅,但是我没有那样做,或是泡用紫茶的时候再加蜂蜜,感觉这样能更好一些。 放凉后还会再变得浓稠一些,放入冰箱冷藏一周左右就可以开喝了,烹饪技巧,好的时候一定要用小火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